学生Manto 交集万分 他是从河南走出去的大学生 于是他发了条朋友圈 说想为家乡做点事 立刻有30多名分布在河南和南京的同学回复 愿意一起参与 但是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看到网上的各种求助信息错综繁杂 同学们想到 不如一起编辑一份在线表格 把这求助的信息整理归纳 把能提供帮助的人链接触打 截止到7月21号上午 这份小小的在线表格 共产生了250万次的访问量 创下了单个在线文档的访问记录 我们按照时间捋一捋 从Manto们敲下第一行字开始 到底发生了什么 7月20号晚上8点57分 表格被作者Manto创建 敲下了两个简单的分类 求救人员信息 救援人员信息 18分钟以后 编辑人员开始增加 表格里出现了地铁五号线 五号线隧道等等求助信息 又过了五分钟 出现了帮助核实信息的志愿者 晚上十点 求助信息里出现了 一位即将分娩的产夫 晚上十一点 求助信息里出现了 被困 没有吃喝 手机马上没电的消息 表格被更新到23版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帮助核实 夜里十一点十二分 一行振奋人心的小字 出现在表格里 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 成功脱困 表格里轻轻敲下了 简单的十个字 已经顺利坐上车回家了 我们无法想象 当时所有人看到这行字的表情 如果尝试形容 那就是深夜里的一道光 也许很微弱 也许天还没有亮 但是他给了所有人 最宝贵的东西 希望 一份实时在更新的表格 并不是立刻获得救援的传送门 但是他已经开始 驱散每一双眼睛背后的 无助与孤独 零点 一个叫做可支援的列表 被添加 有图书馆 愿意提供七身之处 有科技馆 能够送冲击的泡面 有水上俱乐部愿意提供皮划铁和教练 表格里漏电风险地区提醒出现了 求助紧急程度划分出现了 信息筛选分类也出现了 不断地编辑者的加入 让这份表格在进化论上 按下了快进键 这或许是中国互联网史上 功能信息迭代最快的产品 因为驱动它的不是任何的商业价值 或者是市场占有率 而是人们心里的爱 21号凌晨2点 这份表格被人写下了一段 与救助不相关的话 是一个在郑州工作的网友 写下了一段吐槽 他写道 对工作 热情这东西很脆弱 好玩了耐心 攒够了失望 剩下的只有疲惫和冷漠 或许他也意识到 在这样的表格里 抒发心情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刚刷新了一下 这段话的上下左右瞬间写满了 加油 因为这份表格实在太火了 看的人太多了 编的人太多了 参与编辑的贵州籍 在南京的大学生大勇说 浏览量实在太高 导致一度出现了上来打广告的人 大勇气得咬牙切齿 同学们开会讨论 到底要不要把编辑表格的这个权限放开 最终同学们还是选择了 对人心善意的相信 这份表格仍然人人可以编辑填写 大勇们相信 面对大量的真正求助者 关切者 恶意钻营的人最终会退去 人性都有两面 但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一次投票 决定着你到底想要一个更好的 还是更糟的时间 善良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守门人 凌晨三点 求助需求已经多达三百条 之前备注已经顺利坐车回家的 那一大两小经过核实 确认已经脱离险境 他们被郑重地标注为 以成功救援 表格创建者女大学生班同 其实前一天刚刚拔完四颗致尺 此时她带着满身的疲惫 和一丝欣慰沉沉睡去 其他的参与者 继续在深夜为表格的完善奋战 随后 表格又新增了两个选项 官方救援队信息和民间救援队信息 凌晨四点 第二个和第三个 被成功救援的确认信息出现 个人和商户所提供的避险地点 在表格里超过了五十个 凌晨五点钟 已经成功救援信息不断增多 表格里被更新的好消息不断传来 简单质朴的语言 谈不上任何的修辞文法 但是每一个字我们读起来都觉得万分动人 凌晨六点钟 白衣天使的加入 让深沉的夜亮了 由医生组织起线上问诊 并且在表格里专门为大家普及 自救专业知识 早上八点钟 一个被困在车里 没喝水没喝奶的小宝宝 成功脱困 早上八点十分 共有254个人 同时在线编辑求助信息 这份文档被疯狂转发 早上十点钟 离这份在线表格的创建 过去了十一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被划掉 越来越多的人 获得了救援 21号下午三点半 神秘的程序员力量出现了 有程序员为这个在线表格 添加了标注地图地点的功能 又一个夜晚即将来临 表格里出现了一句住院 是这么写的 希望在河南的朋友 手机有电 心中不慌 在住院下方是大家自发提供的 可充电地点 以及详细的充电接口 傍晚四点 表格创建后的 第二十个小时 求助信息的增多终于慢了下来 这代表着 越来越多的人得到救援 但是编辑者们不愿停下 大家把表格做了更细致的分类 给各类文字添加了不同的颜色 无线网络的这一段是水深火热 无线网络的那一头永远是 我还可以为你多做些什么 21号晚上9点钟 整整24小时过去 表格求助信息超过1000条 可提供救援的信息也在不断增加 成功脱困的喜报也一个一个的跃然直升 而这一份在线表格的出现也启发了更多表格的见能 根据估算 因为这份表格而获得救助的人数超过3000人 提醒各位 如果您不是需要求助的人士或者可以提供失救的人 请不要因为围观而去搜索打开这个在线表格 可能无关的占用会导致表格卡顿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暴雨求助入口 您可以直接找到专业的求助通道 在线文档 在人类互联网史上 或许可以称之为微不足道的小产品 而因为一场暴雨 因为曼头们的聪慧善举 因为中国人的人心汇聚 造就了一个奇迹 看着手机的你 值得记住这个真实的故事 特别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或许对世界失望 或许对人心的善意怀疑 但你至少要记得 这个表格真实的存在 最后说一句